书记上回接说了一段雍正遣霞图 上回书说到三老一探太极冠 这三老当中呢 其中有一位追风补月 正成正天龙 就让钟离土远一甩弩啊 给打伤了 那回到 这个郑家旺这儿 楚瑜又出事了 就是楚凤楚伯云 俩徒弟 交徒弟设厂子 把这厂子 让人家给踹了 人呢也给打了 董钱一瞧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这事都赶一块了 好在呢 老郑这个伤呢 一时无碍 那先跟着楚凤聊这档子事吧 董钱 在把这厂子一露面 别人不说 凤七跑过来了 师父 紧跟着通林 鱼斗 张芳 全都过来 见礼 楚凤说 这谁打的人呢 就这几位打的人 呵那行了 我听这几位 跟您都挺近的 挨打的是我徒弟 打人的是您的徒弟 这事 您给聊聊吧 等着说那还聊什么呀 用为什么呀 凤七鱼斗同林呢 都拿眼看张芳 老头一瞧就明白了 这是由张芳起 张芳倒不脸红 他也不说瞎话 把以往经过的秘书 楚白云也听明白了 哎 这个菜虫啊 总要在菜里头死 你练武啊 打练那天起 就得想到挨打那天 就得有这事情 这事情啊 也很正常 哎 说实在的 我这个 啊 俩徒弟 随我习武 他是 不能够尽得我的真传 这话说的呢 也有些个张扬 难免呢 啊 他可就 要挨打 嗯 这俩学生 说这个话呢 人家把把这场子踹了 人也给打伤了 你说他咎由自取啊 也算 可是也没招着谁 天下的练武的多了 谁也不能说 谁是第一啊 谁是 啊 最厉害 哎 那就算了吧 都是 董老 剑客的 门人 弟子 甚至 再传弟子 打了也就白打了 认头吧 楚风 吴风调脸 说自己俩徒弟 我本来我搬来这位啊 是人间的剑客 嗯 是要 替你们报仇的 可是现在呢 打人的都是他徒弟徒村 打师傅这呢 就算认头了 你们俩也就避避去吧 哥俩也知道啊 报仇乌啊 哎 那就算了吧 这儿哈 董前要问你们干嘛上这儿来了 那同龄就说了 我们这宝剑丢了也不能白丢啊 您是丢一铁球啊 我那把宝剑也在抄铁球那人手里的呢 我也得找啊 我带着他们仨呢 从天西山就下来了 购奔海底清晰爱良爱美中的三杰岭 到三杰岭那儿哈 您铁球丢了 您追了 我们也别老跟那儿待着 我们要么回转天西山 要么找我这宝剑 走到这儿去了 他赶上看练武的 他一多说话 答起来就这么点事 说这老睁这腿 挨力甩弩 暂时我给治了 这还不是终究的办法 最好拿到中离图远的解药 是最好 那咱找他去 董钱摇了摇头 够呛 怎么 这个贺玄珍 贺清晰 中离图远 这三个弄武艺啊 要单打独斗 我还都不怕他们 但他们是仨人 现在我呢 跟楚伯云呢 俩人 你们几个人呢 还都不成 这话 要说别人啊 别人不往心里去 你要说凤琪啊 于斗啊 都不往心里去 你要说同林呢 同林可多少有点挂不住 因为同林的能为 在他们之上 但你要同林 独党一面 站个剑客 也站不了 张芳一听啊 老爷子 您得多虑了 我认为咱们这力量 只是增强 比您原先那三位厉害多了 头一二书 同林 于斗 凤琪加我 我们四个人还 盯不上一个正成正天龙吗 你们仨都敢去 怎么改 咱们六个人 您倒不敢去了 再说了 您别忘了 我有麦门弩 嗯 我这个麦门弩 是三清门的老道 他都知道 他们晓得其中的厉害 我也不打他 我就拿着麦门弩 吓不吓不他 哎 让他呀 老得留神低分我这东西 动手之际就为分他的神 董钱一听 倒是这么道理 头一样说不太光彩 再说呀 这总是单方面的思想 自己这么想着 嗯 行 那咱们就试试 简单说 到郑家旺一看郑老头 比方才气色还好一点 让人看好了郑天龙 这老少六位 吃完了饭早歇着 二探太极冠 二探太极冠呢 张芳出主意 咱也甭偷偷摸摸了 到里边也这样的发现 他也不怕咱们 索性啊 明的来 刀对当 枪对枪 头一个藏 他就上墙头了 站在墙头之上 抖丹田气一声 和喊呆 这撒老道 还铁球 还宝剑 拿解药 还不服法吗 不是他头一个蹦进来了 随着老少几位 全蹦进来 里边撒老道呢 亮宝剑 纵身形来到了 外屏屋 这么一瞧 院子里头蹭蹭蹭 蹭下好几位了 还有董谦 楚凤楚悲云 剩下这几位 有认识有不认识 贺玄珍 贺清虚 两个人知道 钟离同远不知道 钟离同远用手一指 这长得跟小鬼似的这个人 你是谁呀 口口声声 我这么大岁数 一个出家人 你连个尊称都没有 钟离老道 尝钟离老道远 钟离老道是你喊的 你是干什么的 万说没有解药 有解药也不给你 什么宝剑铁球我不知道 你们脚闹我的太极冠 啊对了 脚闹了 脚闹该怎么着 钟离老道 别看你岁数大 要提起我了你不知道 提起我师父你许知道 你师父谁呀 我师父欧阳修 我们三清门的门长 好 你是 我是建可徒弟 侠可儿子 提起家父 子不言父 我得说个字说 瓜州风流美善仙 张鼎张子美 你少爷我 叫张芳 哦 张子美的儿子 欧阳修的徒弟 年轻人 你外面有些狂吧 就凭你 就敢冲我 要解药 你爸爸来了 你师父来了 也不敢在我面前 这样讲话呀 对啊 我爸爸不成 我知我爸爸不成 我爸爸也就是侠客 侠客里边 还够不上头颅的 告诉你 看见没有 这是我同叔 同叔是谁 呵 你呀 在你这太极冠 待的年头太多了 北高峰 和豪在花 紫面昆仑霞 同年同海砖 看见没有 这都比我爸爸强 同龄说 你说这干嘛 我没说过 我比你爸爸强 你看你 你错来 你比我爸爸强吗 这这路 侠客 都打不过你 没关系 我还打不过你 那你凭什么 充我药解药 哎 看看 说着话 太不完全亮 四亮四不亮 哎呀 就这么一晃哟 你还别说 这一晃哟 中立图远呢 眼神 好 老健康 晃晃乎乎 瞧着他胳膊上 绑着个匣子 像是卖门弩 没看太轻 什么呀 你晃了一下 卡修啊 哎 莫门弩啊 我师父 把莫门弩 传给我了 你要知道 莫门弩的厉害 你也别让我费事 你呀 罐罐把解药 什么叫铁球 哪叫保健 都交出 中立图远一瞧 你别看这孩子 人小鬼大 这几个人里边 他当家主事 为什么 董钱不说话 让他这卖嘴 按说董钱 在这罪人里头 辈儿又大 岁儿又大 名望也大 应当他答话 怎么董钱不言 让这孩子 跟着喋喋不休 啊 指指画画的 摇着脑袋 那劲头 这里他主事 冤不得他狂 他有莫门弩 哎呦 中立图远一琢磨 要真是莫门弩 在这孩子手上 不知道他会打 不会打 他要会打 神仙南逃一六一 万说我中立图远 比我份儿再大着点的 也怕磁宝啊 就不知道他这真的假的 像那真的假的 你问问呀 为什么 贺元珍瞧见过呀 贺元珍跟贺清虚 给爱良爱北京中治伤 这个伤就是张芳达的 麦门弩已经把爱良给打了 这回来不及吸研究 你有磁宝 有什么用呢 就凭着暗器伤人吗 对 你先暗器伤人的 我们那有一甩弩 让你给打伤了 是不是你啊 瞧这意思 好说是不行啊 这张芳 往前他们一起身一仰手 就打中立图远 中立图远一瞧这孩子说话 说说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微然一坐腕子 一挑这剑尖 一找他的腕子 张芳也不等这宝剑 滑上胳膊下来了 赶紧往下撤手 老道往前一地步 一进这狗宝剑 同林这月可就上来了 敢同海川 一亮自己这对月 跟中立图远这么一站 中立图远一瞧 哦还真不含糊 你也别说我一点都不知道 有人上我这串门跟我说 现在江湖上出了很多 晚生后辈 别看年轻 那真得说是前途不可限量 武艺都很了不起 内容声望最高的 就是这同林同海川 我还真听说过 感觉一动上手啊 不错 是厉害 这一队子舞鸡脚 颜勇因为五度如飞 但是跟中立图远 这条宝剑走的一块 那可差太多了 凤其也知道同林不行 也不搭话 拽出自己一队逼管枪里 鱼斗伸手顺 腰力一撤 撤出自己这条路金腾着棒 仨人吊脚枪着走 可就把中立图远困在当中 中立图远万没想到 哪出来这么些个后生 正所谓后生可畏 奶都不含糊 真说单打独斗啊 那差太多了 哎你别瞧 这几样家伙凑的一块啊 可就不怂了 三个人 围着中立老道这一打 暂时就算站平了 中立老道还就不沾上风 这儿贺玄珍也气坏了 董钱三番五次与我为难 你难道不知道山人我的厉害吗 今天让你知道山人我的手段 不凌如意道 伸手拽宝剑 纵身行过来 董钱也不搭话 亮自己龙林宝刀 两个人就站在一起 楚凤楚为云 跟贺清虚呢 已然动过一回手了 二位这个能耐 哎还真就能站平了 这二位要打的一块 太极冠这一阵厮杀呀 跟上回来形势不一样 上回来也是 贺氏兄妹 站董钱跟楚凤 基本就站平 中立图员比郑天龙就高了 这一回呢 中立图员这边不单不高 打得还挺吃力 坚冠为这三个人当中啊 内中的同林确实 无业好 他是主力 那他的漏洞多呀 你找他的漏洞有人给补 就是凤旗跟鱼斗 这俩小孩太聪明 不是说一位的呀 就要赢中立图员 就是互相照顾 谁也别受他的害 这打时间一长啊 中立图员受不了了 怎么 这三个人武艺再高啊 也赢不了中立图员 差着断位了 一时之间仨人配合挺好 时间长了 还得让老道找出破绽了 就这张芳 你受不了他 他也没家伙 他也不上前递家伙 他举他这胳膊 围着这四根蹦 他嘴里老喊 看着 走 他就这么一对着中立图员呢 中立图员就得 就得留神 就得躲他一下子 老晃 眼看着中立图员一得势 他就喊一嗓子 中立图员这口宝剑 一压住了铜铃这双月 他就喊一嗓子 这功夫大了 中立图员这可累心了 翻转乾坤中立道 你琢磨 这张芳要不除啊 今儿这场仗我胜不了 他这 卖门弩别是假的吧 他要真的 他干嘛广喊不打呀 他一弩把我打躺下 不就完了吗 我看这孩子呀 言过七十 说大话了 欧阳修也未准把三清至宝 莫门弩 就传给他 老道要铤而走险 拿宝剑横着这么一扫 荡开了这三叶军人 猛然间舍弃了 统林等三人 他身形快呀 掉脸纵身形奔张芳就来了 张芳说 中立老道 你看弩 他说看弩啊 他还是吓唬他 他没想到中立老道奔他来了 眨眼之间来到面前 剑走偏锋这宝剑插下下来了 可把张芳吓坏了 张芳一扬自己这只手 身子往下这么一蹲 心了话说了 那可不怨我 你对我不信任这是 我说我能打外门弩 你非要找去 你找我这弩 那我还不打你 他身子要不往下存 这一弩把老道就打死了 他因为躲这宝剑 这弩啊 也够上中立老道了 中立老道宝剑也够上他了 他不躲这一剑 就送完打上中立道了 中立道这一剑就把他劈成了 他为躲这剑 他往下这么一挨声 慌忙当中一抬手 一打这弩也不太准 而林中只听嘎巴啪这么一下子 这弩打出去了 中立老道跑是跑不了了 为什么 离这太近了 您怎么打这宝剑都能够进张芳 张芳往下一挨声 他也听见嘎巴这声了 没养到这种针打出来了 整个两条腿 就给打上了 哭通一下 中立道 汤老郎保剑 杀手扔着 人可就横在这 可把贺氏兄妹吓坏了 舍弃了 董钱 楚奉两个人 纵身想过来 王启一架 这中立老道 正在此时 就听着太近万后都 碰的这么一声 抬头再瞧 火光起来了 有人放火 也不知是谁放的 俩老道 无心恋战 架起中立老道 没头就跑 中立老道 已然不省人事 那么董钱 他并不苦追 董钱 用手 一直处凤 处不云 赶紧 喊他三级万能救火 把火扑灭了 找中立老道的解药 看着哪个像 回去 可就给他用上 给老郑先使上 处凤明辈 这儿和董钱 就把同林叫到切尽 我有事 我得追他去 我得看看这 仨老道 落脚在何处 这儿可太极观乱 还有别人呢 董钱 不得明说 可就跟同林啊 说了 你放的天西山的 那个宝物 可别老在那搁着了 赶紧送回北京的威士 同林明白 这指着 可就是千岁爷 那么大的雍亲王 还在天西山呢 这可了不大 同林点头 说师爷 您怎么样 没等着问呢 董钱已经走了 同林一琢磨 这就交楚风 这太极观着不着火 咱就不管了 带着张芳 奉旗于走 可就回转天西山 把师爷 董钱的这个话 可就跟老少群雄都说了 就拿雍亲王 千岁爷来说 也深以为然 差不多该回去了 那怎么回去啊 通知地面官员 大张旗鼓走 那不成啊 还得偷偷回去 人多也眼砸 咱们人少 送千岁回京的人呢 得京儿又京 这么着 最后选定了这么几位 头一位 就是童林童海川 那肯定得跟着 童林要跟着呢 媳妇于秀娘得跟着 于秀娘的爸爸 最先锋于庭于子役跟着 人多不行 那就捡这里头最厉害的 二建个江达江本初保着 就是江达江本初 加童林这一家子 四位 保着 这个庸亲王 下天西山 回转北京 这是明走 暗含着这些个老少群雄 二波的三波的 随时的跟进 先得把呀 千岁送回北京去 书要简短 下天西山往回走 迎面来这么一人 高叫一声 头来可是童侠的嘛 童林这么一台的 哦 怎么是您呢 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是谁呀 这个人叫英特赫 这个人是王石谷的徒弟 啊 怎么在这碰上您了 嗨 别提了 我老师出点事 呦 你老师能出什么事 您这是干什么去 我们 啊 回北京 也该打尖了 这样 既是碰上了 咱们这儿是打点尖 喝点水 吃口东西 你给我说说 王老霞怎么了 嗨 这事 别提了 英太和 这才把王石谷家里出着试着 跟童林的密徐说 王石谷呢 是坐堂的大夫 哎 当地人也有知道 他是把式的 也有不知道 但没有人不知道啊 王石谷是大夫的 他这堂号呢 叫八卦堂 广东龙门县 这八卦堂呢 他每天看病啊 很累 皆因为他是个名医 上他这儿来 瞧病挂号的 乐意不绝 老爷子这门诊啊 很火 这天啊 瞧了有这么 七八号了 外边呼噜呼噜来的 一拨人 一拨人呢 七八个 抬着一位 到这儿来呢 就要挂号 这儿 八卦堂的号呢 上午的号都挂完了 说您挂下午的 不成 世代危急 您救命 一问王石谷呢 王石谷这人善呢 他给加号了 好容易 别人都瞧完了 等着这拨人了 可就把这人搭到切尽了 王石谷的密 瞧 搭理老头 老头看岁数个不小了 头发 胡子 眉目全白了 总有七十多 小八十的意思 往那担架上一趴 这哎呦 哎呦 旁边站着人 脸上都在焦急姿态 王石谷说 他怎么不好 他腰上 长个大疮 这大个子可了不得了 好长时间下不去 也破不了 他疼啊 他岁数太大 他多大岁数了 我们老爷子 七十六了 都七十六了 行行行 掀起衣服 我瞧瞧 轻轻的 把衣裳就掀起来了 王石谷一瞧啊 这大哥的 这大窗啊 跟小管似的 扣在腰上 当件 清白色 四周围呢 发暗红色 他有窗毒 但为什么当件 清白色啊 他这能在这呢 顶的 他这内热啊 内毒太大 要想去他的病根啊 一时去不了 但是先要开刀 把这能放出来 是正格的 不过这窗已经啊 快熟了 只不过他这么大岁数 挨不住 老头一看这病 自己敢说 有点把握 外科的手术 还没失手过 王石谷点了点头 好 你是他什么人的 我是他儿子 我姓鲁叫鲁毕 这是我父亲叫鲁平 王石谷一听 谁鲁平 切住 怎么 有个老贼叫鲁平 江湖人称 乌云遮月 也在江湖纵横了很多年 杀人月祸 卧不住 哦 老了老了 唠得我们龙门陷了 这有病 找我瞧来了 可是天下 崇明的是多的 我问问吧 哦 好 你们把他揪起来 管看这个窗不成 我得给浩沫 他爬不起来 坐不住啊 扶着他呀 你们这么多人呢 跟着七八个小伙子 还扶不住一老头吗 把他揪起来 坐在这儿 不要紧的 我得给浩沫沫 好吧 你别瞧鲁平是贼 养活着 儿子还真孝顺 鲁毕过来 老爷子 不成 广啪就不成 人大夫说 得把您揪起来呀 得浩沫沫 其实鲁平也听见了 乌云托越 鲁平是个老贼 这点嚎横 还有一咬牙 不算什么 好 揪起来 这连徒弟带儿子 一块上手 把老头可就给 抄起来了 这有椅子呀 往这这么一坐 赶他坐不住 驾着他 这才抬头看王石谷 意思他不敢来 为什么 他知道王石谷 是有名的侠客 这辈子躲还躲不开呢 但实在腰正这窗啊 别人是治不了 别人不敢动刀 因为这都76了 76哪挨得住 开刀手术 都不敢给他做 他准着王石谷行 我呢 退隐江湖不少年了 他许把我忘了 他要把我忘了呢 就给我治了 鲁平想的是这个 就那么一伸手 往下一搭了自己的眼皮 不敢看王石谷 也搭他真有病 他假装疼 哎呦 您行好吧 王石谷呢 给他好墨 倒没注意他这墨 拿着这笔 跟他聊天 啊 除了这个窗 还觉得怎么不好 别的倒没什么 像你这岁数不容易啊 年轻的时候身上有点功夫吧 啊 我的号练 你不是一般的号练 我打听打听 有个乌云遮月 鲁平 是阁下吧 问 鲁平 一辈子当贼 这会儿一咬脑袋 说不是 此鲁平 非比鲁平 我在了 自己叫鲁平 都不敢认吗 一咬牙 一点头 不错 是我 那意思给支不给支吧 你说怎么着吧 王石谷一瞧 呼 老家伙 还够横呢 报应来了 一辈子无恶不作 到老了老了 七十六了 让你长大尴尬 疼也把你疼死 这外科呀 治我是能给你治 我这么给你治 我推没有医德了 我让你再疼两天 还那首 哎 好 王老侠 咱们年轻的时候 虽然没碰过面 呵 哎呦 老了老了 这儿瞧见了 您也不乐意见我呀 说了一会儿 我也不乐意见您 您呐 就知道我上岁数 我也敢不动了 您给我瞧就得了 没事 没事 嗯 我呀 就不给你开汤药了 他有内毒 我得开汤药 王石谷不给他开 我就不给你开汤药了 我给你开一个拔毒的 你呢 贴着你这嘎子上头 回去呢 嗯 得让这窗再熟 还熟 这窗已经到头了吧 那是你说 那是你说 我这手窗药 你先给贴上 另外呢 嗯 在我这儿治不了 我上你家去治吧 好啊 也可以 一会儿你让你儿子 把你们家住哪儿 跟我说清楚就是了 哎呀 趴在这儿 儿子徒弟给搭回去了 把王石谷 上这药啊 给贴上了 王石谷不管他了 为了他多疼两天 转天的儿子鲁臂就来了 老大夫 昨晚八 回去一宿没睡 好 您这高有贴上 他疼得更厉害了 对呀 就为了他疼啊 哎 他疼到一丁缝上了 他这窗长熟了 他我下刀不是更好 这要留一点根 也是不成啊 是 我不懂意 都听您的 那您跟着上家去 哪我就跟你上家去 你看我这大茫茫的 今儿还出奇多 现在是140多号 哈 140多号 今儿一天就交的过去了 那看吧 反正都得治完了 你爸爸这儿又不等死 最后反正我上家 给他瞧就不就完了吗 嗯 好嘞 儿子不敢说着吗 跟这儿等着吧 喝 王石谷平常瞧病啊 也有啊 三言两语就给打发走的 今儿不止 都格外的细致 回去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带什么 注意事项 全都嘱咐的味清楚 哎呀 来瞧病的这些 一瞧啊 老大夫太细心了 嗯 您嘱咐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别走别走别走 哪就走啊 是那个 我在瞧 你有别的病没有 鲁碧一瞧 人要走都不然走 好 我等着 哎呦 溜溜的这就一上午 怎么样 您 我得吃饭吧 我诺大年纪 我比你爸爸岁数还大 你得让我吃饭呀 试试 上我们那吃几行 不行不行 我这人呢 好 到别人家不吃东西 哎 我在自己这吃 吃完了漱口挺四肢 这才背起小药仙 跟着鲁碧 走吧 看看你爸爸去吧 一直到鲁平家 王师傅来到他门前 那么一瞧 嗯 鲁平啊 鲁平 这一辈子真没少偷啊 你瞧家里盖着房 多酷啊 你那意思金盆洗手不干了 作家翁子裁住了 你原先办的那些恶事 就完了吗 走吧 王里的弥脉步 鲁建仁直来 那什么 那个 少爷 先请王老大夫 咱们喝口水吧 不是着急吗 喝口水 喝口水 你说怎么要往里让 鲁平在里边跺脚 正骂王师傅呢 趴在床上的 王师傅怎么长 王师傅怎么短 爹娘组奶的一通卷 为什么这一宿没睡 给他疼快 火烧火了 这么疼啊 原烟这疼 就里边仗着疼 你那么长一大疼 这疼顶不出去 它是一种拔疼 老头给上这药太损了 里外全疼 这不是收疼的药吧 就是让我疼的药啊 你治不治都不要紧 你别给我醉瘦啊 王师傅 死了 咱俩就算完了 要不死 你别疑惑 你是个侠客 我打是打不过你 我一辈子什么坏主意没有啊 我要不回你全家 我枉为鲁平 我不叫乌云遮月 他还撒狠呢 家里一瞧 这近期一听正骂呢 男就不给瞧了 王师傅准之是这么回事 你们赶紧告诉他一声 就说王师傅来了 你看他就不嚷嚷了 哎 还真管用 王师傅来了 马上鲁平就不骂了 哎呦 赶紧叫请进来呀 是 鲁必赔的 老爷子您费心吧 来到这屋气味也不好 窗户都打开 他这不怕风 不怕风 他又不作乐的怕什么 都打开 欲不清水 欲不操纸 我看看 把这被我掀起一瞧啊 王师傅自己都乐了 怎么 他这不是收窗的药 他这药就为养得疼啊 于这个伤口啊 一点好处都没有 行行行 早有力气的 来 按着他 这个头 鲁平 横一辈子了 可得忍住疼 鲁平一咬牙 我忍得住吗 你不给我上药 我至于这么疼吗 嘿嘿嘿 好 王老侠 王老大夫 有什么招您资管使 姓鲁的我还 盯得住 哦 你还盯得住 哦 把小药的 盒打开了 这小药箱子 药箱子里的手术刀啊 有三寸五的 有四寸五的 有五寸五的 像他的手窗扑下去 把能先引出来 这点慢慢引啊 不能扑 烂筒 然后见红血了 开始取得的腐肉 这腐肉下刀还真得横点 恨不得得带点鲜肉下去 带点好肉下去 为让它出根 但就这头一刀下去 说是三寸五 那就很可以了 这刀就不小了 这也是恨他 王石谷一伸手 就把四寸五那抄起来 多这一寸 您琢磨琢磨 这下去可就深多了 他可就扎烤肉了 王石谷啊 也为治他这病 可也是为恨他 知道吧 就这头一刀下去 亏了有儿子 徒弟七八个人 摁着这老家伙 要不然凭着 从这床上就能蹦起来 您琢磨他又有功夫 这七八个大小伙子 俩胳膊俩胳腿 全都给滚住了 就这个 在床上都一哆嗦 怎么样 行哈 行 好还行 这就往外拔刀 放这能 拿这草纸 还都得挡着 把这能完全放尽了 黑血也走干净了 一看见红血了 开始去他的这个腐肉 烂的这些地方 像这得上麻药 那清朝就有麻药了 为什么华佗就研究出 麻沸散来了 这一点没有 甭说半麻 一麻都不麻 就愣往下刮呀 带着生肉 本来下这个腐肉下边 再下一分两分就成了 不计你不横吗 可就下去多点 叉叉叉叉叉 这血可就流扯了 再瞧鲁瓶啊 面无血色 趴在那不动 连哼的劲都没有了 小八十了 这手术可不小 王师傅一瞧 差不多了 鲁臂在旁边看着 喊倒下来了 王老大夫 这行吗 行不行 就反正完事了 止血药 包扎都给弄好了 弄四肢了 还什么来 不量来了 静养吧 没事了 那等我爸爸好了 我陪着我父亲去瞧您去 不必了 告诉他 让他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成了 不必见我 自己背着小药箱 回拔过堂 鲁臂呢 就看着他爸爸 这个事情王师傅也没放在心上 过两天啊 听瞧病者些人说呀 说鲁臂死了 王师傅一琢磨 这个老贼 干一辈子坏事 恨他的人是多的 不定谁啊 知道啊 我给他手术了 恨他 说他死了 也未可知 哎 这事还越传越真 最后王师傅自己啊 有点搁不住劲了 派手下的抓药的小伙计 上鲁家去看看 到门口一瞧啊 已然搭棚办白事好几天了 敢鲁平真死了 问鲁家人怎么死的可说不清楚 王师傅回来别扭 怎么 我要不给他手术他也不死 按说我这手术是狠了点 多刮他点肉 多放他点血 他也挨得住 我上的这药也是好药 只不过 我没免去他的痛苦 比别人更疼而已 要说不是因为我这手术死的 可是不是因为我这手术 我给他评了慢了 他身上又没有别的病 他怎么死的呢 现在人已经死了 这就没法再追究了 鲁平啊鲁平 乌云遮月其罪 当初可不该死的我王师傅手里头 要真因为我这下手重死了 这我可真有点缺德 我干一辈子大夫还头一回怎么对待病人 我是恨他才这样对待他 你看看 他心里一变扭啊 他八十好几了 他也搁不住室啊 这些日子一直心里就不痛快 老想着 找这鲁平的儿子问问 他是怎么死的 但是白天求病的人多又忙 又不能晚上上家去 我这么大侠个去吊咽一个老贼 也不像话呀 还挺为难 就把英太和找来了 自己的徒弟英太和呢 给老师解心宽 嗨 这老家伙 该死 该死是该死 不该死我手里 也不是那亲手杀的 但是那天我下手重点 那血是不是溜的多点 没事 跟咱没关系 他竟说这个 给老师解心宽的话 他越说呢 王十五越嘀咕 这点人俩又提这事 胡听得房上风声不对 有人来了 王十五一听 哟 这是谁呀 腰里边有鞭 老头这个武器呀 老在腰里边缠着 他不用献取 拉门就出来了 出来 说话可是跟徒弟说 太和 师父 去 上后边看着 你师娘去 万一贼人要来一帮呢 自己迈步 说着话往外走 什么人一访王十五 话音未落 蹭蹭 从房上穿越了俩人类 王十五一瞧 呼 明目张胆 就顺房上就跳下来了 你们两个人 干什么的 抑郁何为 头的这个身上高点 还蒙着面 后边这个 是一女子 连面都没蒙 头了这位 腰里边一伸手 王十五 人死了 就算白死了吗 二他爷 要宰你给 好朋友报仇 他又腰里边一伸手 拽出这一对兵人来 王十五看着可有点纳闷 怎么 他拽出一对针来 这一对铁针在手中一拿 王十五就知道不好对付 怎么 练这个东西可太难了 钱文书您听 铁山寺 祭祠大和尚 双针会尸侠呀 那敢使这真的 不是一般人 王十五刀不敢掉以轻心 腰里边一伸手 可就把这条鞭给亮出来了 好既是替你的朋友报仇 你赏下你的性命 报的什么仇 是王某我害的谁 都说清楚了 咱们动手不吃 你甭废话 看二他爷的针 往上一送身行 这双针之刺二目 立自己的边 一扫他这一对针 这位坐腕子撤针 俩人就打一块了 王十五跟他这么一打呀 还就打一平手 呦 王十五可有点发愣 怎么 动手之际 暗自把使双针的人物 这么一想 一时想不到眼头了 这个人这对针 绝对不在计辞之下 几十年的功夫 你瞧这边呢 打远 针打近 这两边武器还正客 他得针整客 王十五这边 您咋不咋不咋 那七进怀了 他这针才能扎你 王十五这边呢 这圈就小了 抡不开呀 老得防着他近身 可是话说回来了 只要王十五把这边一挡开了 把他封到这圈外头了 他再进还不好进来了 这两样兵人正对的 也就说净胜王十五打他呀 他这针就打不上王十五呢 那就看谁道行大 谁能为高了 可是使双针的这位 跟王老侠这么一站呢 堪堪就算站平 这内中还有一个女子啊 他没动手 在旁边站着 哎呦 王十五一瞧坏了 这两个人 不知还有没有同伙 万一要还有别人 跟他们的手段高强差不多 我后边就有一徒弟英太和和 盯不住 老头心里着急呀 边走下盘可就改了边招了 还得说是王十五 王十五这把边 连会宾都差点 那一般人可不成 就自己全家性命心气 王十五一使绝招 这位使双针的不认招了 手忙脚乱 一时之间就出于下风了 双针虚晃纵身形跳出圈外 已然怯战了 他打过王十五 说了一声好厉害 话音未落 这女子可就拿出这么一样东西来 照着王十五面门 啪这么一扬手 王十五不知什么暗器 把这边抡圆了 护住全身纵身形往外蹦 这东西可就打空了 啪啪一下 可就砸着窗户晃 感情见分就着 这窗户 啪啪一下火起来了 再瞧这女子一仰手啪啪啪 连着几下 什么叫门哪叫房 是打哪哪着 王十五一瞧坏了 怎么 胆大的贼人火焚我的拔过堂 这里有很多珍贵的药材 说没有了 咱们能再找再买 有我多年机的这些个一案 要是护之一具 可就全毁了 赶这二位大概是九恋九熟 放完火也不回头 纵身形上院的墙 跑了 王十五有心追 自己一家的人不组织救火可不成啊 正在为难之际 英太和可就过来了 说师父 后都没事 我现在喊人赶紧救火 好 你一定把火给救灭了 咱们这些东西可不能烧毁了 您放心吧 低了这条鞭 王十五可就上了墙头了 离老远一看两条黑眼 还没跑太远 王十五心的会儿 跑哪儿 我也得把你碾上 把鞭在手中一踢 撒腿直追 可就追下来了 英太和呢 喊家里人 要铺的伙计救火 老太太吓坏了 还不错 就是门脸啊 这个女的打的门呢 窗啊 什么这都烧毁了 房子呢 没起来 大伙七手八脚给扑灭了 也搭着王十五平常人缘好 街坊邻居都帮忙 人多呀 力量大呀 火灭了之后 老太太俩远发 吓坏了 英太和这儿安慰师娘 赶紧找人吧 找什么人呢 坐门的坐窗的 游不游的无所谓 先得把这门脸给对付上啊 报关吧 这一大白天 很多琐碎的事 咱就不必细说了 王十五没回来 老太太更不吃不喝了 太和这怎么办 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我师父已然追进去了 贪老人家那本领 您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可是也招不来这事啊 你师父一辈子在外面 所作所为 我尽知啊 没有半点亏心 对不住良心的地方 可是这样 你师父找着你师父去 好 我去找我的老师 没找着王十五 先碰上 同海川 好 好 好 啊 好 好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